体育二台的羽毛球节目主持人卡米拉玛丁 长期以来一直在关注这场被操纵的比赛背后的故事 在她第一次听说这个故事后的那几年里 她还是一名现役球员 但自2004年退役以后 她才真正开始去了解中国人在球场内外的运作方法 然而直到最近卡米拉玛丁终于说服叶昭影站出来 讲述2000年奥运会半决赛的所有争议性事件 比赛是如何被操纵的 谁参与其中 以及为什么这位中国人故意让自己输掉 这两个曾经的对手在西班牙马拉加市接受了采访 叶昭影和她的丈夫郝海东现在流亡在那里 按照目前的情况 他们将永远回不了中国了 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 我们可能被拘留 被逮捕 甚至被处决 郝海东解释说 他本人在整个90年代和00年代都是职业足球运动员